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是明仔 Little 今集視頻我依然在繁花里 即是這裏就是繁花一比奇的現場工地 會見到我身後的縣林在原科如同進行當中 剛才我進來亦都見到保安亭 和一樓下的一些獨化方面的地基方面 都開始最美的工程 亦是說在過年前進行一個收尾工作 繁花里一比奇 未來的收尾時間會在明年二、三年的十二底 亦都將近 所以都會見到基本上所有現樓 而今集視頻我們來到53棟的樓下 將會和大家爬樓梯上去 去感受一下到底買53棟的低樓層 中樓層和高樓層分別是看甚麼景觀 會不會像我上期說 可以看到整個別墅的景觀 所以我們亦都去到實景幫大家去探究一下 先開始和大家說一下我們的一樓 一樓總是53棟 這邊總是52棟 到時一樓的入戶大堂 就是在原林這裏進來的 這裏就是那個樓梯 到時這裏會有一個門牌號 這裏會有兩個電梯 然後穿過來後就會是一個 一樓架空層的飯會鎖 到時兩邊會擺設一些開幕設施 就像我們2A旗一樣 每一層樓下都會有一些乒乓後台 到時這裏都會有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再走樓梯上去 升降機未通 上去之後再和大家每一層 會播一下它的景觀效果 我們再來到7樓 因為我們在2至10樓 是無批單位選擇的 同樣我們也來到7樓 來感測低樓層一點的感覺 又是如何的 先走出來 首先和大家說一說它的分佈 緩顧一下 兩梯四壺的 由01的107樓 02的188 03的99 和04的89 數組成 現在在電梯間 會見到 基本上磁磚是入場的 接下來會現成 所以我們先來感測它的景觀 首先我們來看看 從01開始 01單位是中間面積107樓 左邊是01 右邊是02 它發現兩邊有一個位置 在上一期的視頻 我們來介紹楊凡花里 在七棟的視頻單位時 會說到 01和02的對比 走廊位 在01會有一個走火梯的位置 在對面的位置就沒有了 所以有這個區別 亦有街坊會介意 沒有會更好 會引私一點 我們直接進來這個位置 這裡是正大門 今集的視頻我們不太多詳細和大家介紹 主要針對景觀 因為我們有高清VR效果的視頻 以及我們上一期有拍過視頻 我們在下方選的區 就有連結 不然你拍尾 就可以回到上一期的視頻去看看 另一單位的視效果又如何呢 首先主露台 七樓的主露台 會見到正前方會有少少樓梯的遮擋 但是我們兩側這樣看出去 都會有景觀 甚至乎我們低頭一點 就可以看到整片的綠花 尤其是我的左邊 這邊的花力亦都相當充足 正望過去 那邊就是七棟讓玩間的位置 而轉回來 右邊就是整個一B旗的泳池所在的位置 目前凡巴黎共有了三座泳池 第一座在離手後面 第二座在這裡 第三座在後面的三旗 所以這裡的原來效果亦都可以 然後 副露台 副露台也有樓梯 前面是八十九方的長體 但是我們側望過去 外面亦都會開揚 所以 107V 和以往的 我們之前是2A旗都賣過這個顏色 那個毛病 那個缺陷都是基本上同樣的 就是後方有少少遮擋 但是如果我們將後方的陽台做一個風窗設計 那就完美了 這樣才會提高了 再來到房間 房間亦都對應開 旁邊靠主要台 有望旁邊的景觀 主房間重點來了 主房間開揚很多 就不會被前面的樓梯遮住 就要望出去的山景 這裡是種花的 種河花之類的 亦都很開揚的 這裡只是七樓而已 七樓的效果會比以前的舊式住宅很多 我為何這麼說 因為我們剛才在一樓有架空層 那裏大約是5米 所以已經比平時高了一層 所以七樓的景觀都還好 再來看看一個02的 這邊是02的 02就沒有開門了 我們看看露台 這裡會補一下七樓 702室 118方 主露台的景觀效果 看看 可以的 都沒有什麼壓抑的感覺 其實都很開揚的 右手邊這邊就是泳池 左手邊那邊就是整個圓林 綠化的位置 因為現在未裝河蘭 我們沒有辦法走出去感受 但其實走出去的效果會好多 然後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都是望田園景 同樣可以看到遠處的山景 都很開揚 所以大家又不用狗結 會不會太壓抑 完全不會的 主人房也不錯的 我們再緊隨腳步去到03至04 三房細積的效果是怎樣的 但是那句 我們亦有高清的REAR效果 讓大家參考 所以今期視頻 就不會浪費一個 戶型分析上面 如果大家感興趣 都可以 即時掃揚我們唱歌曲 我們可以分享給大家 OK 來到電梯間 電梯間的另一頭 就是03和04 區別是什麼 03是99方 三房兩兄兩位 04是89方 三房兩兄一位 就是這樣 我們直接來看看 我們上一期和大家分享過的 89方的實景效果 89方正望出去 右邊會開揚很多 整個山景都看得到 主要是看前方的荷花池 主人房其實也是同樣看那邊 這裡 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直接去旁邊看 旁邊的主號台 是有區別的 現在我們所採的位置是99方 99方就是左手邊會開潤一點 會看到另一側的山景 所以其實相差並不大 相差並不大 這就是整個七樓的景觀效果實景 我們會繼續往上走 大約會到14樓 27樓是14樓 37樓是21樓 7樓14樓是20樓 沒問題 看看 包括重溫一下 這裡是無皮膠樓 所以我看到的樣子 每天都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大家感興趣 想聊得更詳細 不如連結我們 我們拍攝專為你們做的視頻 OK 我們繼續往上走 來到14樓 14樓的話 依然都是看我們的實景 重溫一下我們現在就兩樓四樓組成的 0399、0489 以及身後的01、02 既然來到這裡 那麼肯定的先看這邊 我們先看八十九方 剛剛在七樓的時候說到 主要是看我們的學法池 如果上到14樓 會高了一倍 就可以看到遠處的光景 因為我們總樓層高 都是去到33層長 這裡是張額一半的 一片山地 山水墨畫 如果大家做過風窗推出來 一樓 我只是來看看主人房 其實主人房和這裡的景觀 基本上是相差不大 因為只是看那邊而已 是嗎 我會看到 一樓層的景觀 一樓層的景觀 今天今天真的不錯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一個九十九方的 九十九方 都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它在於一個左邊有遮擋 一個右邊有遮擋 我們看看這個九十九方 它會在這邊開蓋 其實沒有什麼不同的 兩個戶型都是做三樓 但如果選擇八十九方 就小十個方 小十個方便比廁所少 九十九方便比廁所大 我們選擇地和快速地感受實景 另一單位 一八零七方 去到主露台 上一期我和大家說過 來到高樓層 是精裝單位 以及可以看到一片結束景觀 和山景 真是可以實現得到 景觀效果真的有保障 以及我們右邊這裡 我可以做一片泳池景觀 到時我們整個屋苑 第二個泳池就在這裡 第一個泳池在手樓後面 所以原來效果也很棒 我們再來看看主行房 因為主行房 在這邊 就是看出 河花池和山景 江景的位置 為何要走到主行房看 因為為保障的景觀是有大保證的 因為剛才看到生活露台 是有少許遮擋的 所以主行房就不客氣了 如果我們在生活露台 做一個空窗設計 可以看那個人才成的 這個客戶就要馬上拉到最滿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靈異 靈異單位最大跡 118方 同樣地南不對流 和107方 有一個同樣的缺點 就可能有空窗擋住 但是不要緊 我們這邊也有採訪和空窗 主要是看河花池這邊 鏡頭會收窄視野 但是我們眼球看起來 其實都可以接受的 我們來看看主行房 主行房的話 游泳右邊 左邊就是花園 往上也有別墅和山形 但可能沒有107那麽多 主要是看泳池景觀為主 但如果我們選擇這個朝向 一個方向 我想主要是想看原景多些 主行房也有看過 主行房也是看過河花池 主行房看過河花池 主行房看過河花池 倒開揚的 都大了 OK 我們再去到高樓層 去到大約1樓左右 讓大家看看高樓層的選擇 又是怎樣的 好了 最後我們就來到11樓 將近極限 OK 再同體一下 我們兩樓四樓 03樓是99 04樓是89 還有01樓是907 還有02樓是188 首當其中 都是看看高樓 先看看89 21樓的實景 光景方面會拉得更多更好 包括前面的山景也看得更全面 這就是賣高樓層的效果 基本上去到30樓都相差不大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視角視野 因為攝影機會拉遠很多 但我們周圍眼又看它 光面真的很闊 包括我們保陷了整個田園景觀 所以這裡封了窗 坐下喝杯咖啡 下雨也可以坐在這裡享受一下 當然也有街坊是喜歡保留陽台 因人而變 大家各有所愛 在這裡也會和大家重調一下 五十三座的朝向 是有少少朝西邊的89方 我們現在正對著的陽台 是西藍的 即是這邊是藍 那邊是西藍 所以正對著中間的西藍 OK 然後再看看 剛剛那個99方也差不多 都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2103 現在所做的單位是2103 99方,三位兩廳兩位 會看到很大面積的光景 而99方多了一份 就是可以看到少少鎮中心那邊 那頭的景觀 即是山會多少少 你們都在插 我那邊插進去更多 OK 這個就是0304的高樓層效果 我們再來看看0102 先來看看它01的一個效果 再重提一下 我們今期視頻 主要是和大家看看 我們五十三五棟的 戶型效果實際 如果大家對這個戶型 布局和整個間隔 都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掃描掃描 QR Code 我由準備高樓層效果 給大家更簡約和更隨時 去享受這個沉淋式的體驗 OK 這個是01的107方 107方 作為我最推薦的戶型 來到高樓層 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無敵山景 和圓林景觀 試的真的很棒 很舒服 不過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試的效果 右邊這裡 看出去還有泳池景觀 我覺得在53棟 選擇這個1807方 效果 我覺得是最舒服的 因為又有藍屋對流 景觀又好 我覺得最推薦是這個 再來看回 最大色的靈異壺形 靈異壺形 就是看泳池那邊較多 同樣都是藍屋對流 主人海 就可以看到那邊的學校 下面就是泳池 下面就是泳池 那邊就是學校 那邊就是山景 左邊也會有很大片的別墅景觀 和山景 這就是我們實際的試的效果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和大家匯報一下01-02的朝向 這裏沒有很質疑 肯定是東北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也是東北 因為那邊是西南 這邊也是東北 所以看回大家的選擇 以上就是整個 53棟的實景匯報效果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對哪個匯形都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掃描上網卡局 找我們拿回詳細的隔單 以及幫大家去制定 你想要的匯報效果 好,實景效果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隨著樓盤越來越成熟 亦有很多香港街坊 越來越喜歡繁華你這個樓盤 並且入住了 所以今期的視頻和大家分享了這個實景 不知道大家合不合心 一邊期相對地會靠入一點 會安靜一點 但是距離我們的中港直通巴士 會稍微遠一點 所以大家要懂得取捨 包括現在的價錢 亦是最有優勢的 說到六千多 毛址都可以選擇 七千多便可以買到裝修 可以說是歷史來最低的水位 所以希望今期的實景示範 給予大家的質感效果 我們在遠陽樓花里等待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按下小鈴鐺 接下來我們會拍更多周邊的美食 交通和附近流行的對比 給予大家參考 如果大家有興趣 希望可以按下我的小鈴鐺 讓我們有最新的消息 可以及時提醒到你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